來看一下在簡報13頁這邊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月 OpenAI宣布的消息 而且他又挑在4月1號 我剛看到的時候我以為是愚人節消息 因為他現在開放什麼免費註冊就可以用了 所以老師如果你可能想要在教學現場用的話 這算是其中一個選項 不過呢我們還是必須強調就是他開放的就是部分功能而已 你真正要比較使用到更完整的功能還是需要註冊帳號 那麼 ChipGT的註冊呢他除了E-mail 還有行動電話還要驗證 然後呢你如果太年輕小子13歲也不行 好這些都是他的限制所以說 我們一般來講可能老師如果或同學你有在 關注一些教育相關的這些 討論啊 大部分大家比較推薦使用的是 簡報14頁這個 ChipGT 到哪裡都聊天 因為呢他本身 就有提供什麼 繁體中文 對了我補充一下剛剛我們那個ChipGT 他 之前 有那個測試版的繁體中文介面 不過呢他現在開放免費之後反而把那些都拿掉了 就恢復到我們以前剛申請的時候只有英文介面 反而這樣 使用上就比較麻煩 雖然你用中文跟他對話是沒問題啦 但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呢你可以先 請大家幫我打開這個 簡報14頁這個 Chat Everywhere 你把它打開你會發現你進去 就是有繁體中文的介面 而且呢如果你曾經用過ChipGT 你應該會感覺到 有沒有很像 對不對 跟他介面很像 你看在左手邊就是這個對話 就這個對話的內容 那一般來說我們會建議大家 你在 使用他的對話的時候呢 建議 就是 如果你今天問他國文的問題 就在一個地方一個對話 問他 如果你現在問他自然 或理化的問題 你就是在什麼 在另外一個對話你就問他 也就不同的領域 你用不同的對話跟他 對談 這樣子的話呢 他會 比較容易根據你所 對談的這些歷史紀錄 去 比較快的得到你想要的內容 如果你都是砸在 同一個對話裡面 相對來說 這樣會比較 沒有那麼 好的回復的品質 這個是 第一個 第二個你可以看到他在中間這裡 因為我們在用AI的這個過程裡面很重要就是要 能夠什麼 角色扮演 今天如果你沒有用到 專有名詞 沒有用到角色扮演 你只是跟他講一般的 這個 對話內容 口語化的 那他回答你的內容就相對會比較 簡單 可是如果你讓他做角色扮演 然後在對話裡面有提到 比如說什麼樣的專有名詞 術語 那他就會用那個領域 的一個比較專業的角色來回答你 你得到的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呢他也有提供你一些所謂的範例 就是要怎麼樣 做什麼樣的事情 有沒有 這個我們後面都還有 會跟大家介紹 當然他有分 所謂的 免費的 賬 這個方案跟付費方案 好如果老師是 這個付費方案的話 你就可以客製化 這些角色 跟這些辦理 也就是說你上課的時候就相對比較方便 那當然 我們免費的就沒差 那麼 第二個 我們Trade Everywhere有個好處 你不用註冊 本來就可以用了 所以呢 這個如果我們在教學現場用 他的對話只會留在那一台裝置 不會帶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相對比較好一點 那 而且呢他有這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分享對話的功能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 老師跟同學我們 問AI的時候 問相同的問題會得到相同的答案嗎 不會 那這個就會造成 老師背課的問題 我上次問他 他是回答這個 那我們上 上幾課來要講的 結果 打開來看 你又跟他對話 又不一樣 那這就會很困擾 所以呢 您可以透過分享 把你的對話的紀錄 過程保留下來 這樣我要跟同學上課 你看 上次跟AI對話 他是這樣回答我 我們來看 這個怎麼做 所以這樣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 在這邊 來 我們就可以點到下面來 你看一下 你就直接點下面這邊 有沒有 那他會有其他介面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呢 他一樣有 所謂的風格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他不要講太多的廢話 你就要他用精準的回答 那如果你希望他比較天馬行空的 胡思亂講的 你就給他有創意一點的 那另外一個我們在AI 的對話過程裡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 AI回答過程裡面 有沒有可能會回答你英文 或者是簡體內容 有 所以以前我們都會做一件事情 告訴他 請使用繁體中文回答 這樣有點煩 這樣有點煩 對不對 所以 在我們的 他在這邊 你可以告訴他 請你 直接 幫我指定 我的對話 用繁體中文 這樣子 雖然不能保證 你所看到的絕對是繁體中文 但是 看到簡體字或其他語言的機會 相對會檢查很多 因為 不可否認 訓練AI的資料裡面 你覺得是對岸資料比較多 還是我們台灣的資料比較多 一定是對岸的 所以 還是會有 簡體的內容 有機會啦 只是 你就不用再跟他講這件事情了 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看喔 我們如果說 告訴他 請你 幫我 設計 一個 地震 防災 演練計劃好了 好 這樣 有沒有 你就送出 好 有沒有 他就來啦 今天還不錯 因為我們禮拜六嘛 所以 學術網路 為你所用 沒有人跟你搶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好 那你當然可以繼續來來回回的 再跟他對話 可是重點在什麼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分享 這樣 這個地方 好所以你跟他對話完了 你就可以按這個地方把他保留下來 他就會問你 這個要上傳到網站上 你願不願意有沒有 這就有了 好如果你按確定 你就會取得這個對話的連結 那下次呢 你給同學 或您自己打開這個連結 就會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樣了解 好其實 像這個 我們也可以 老師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出題的一個 方式 也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 可能老師你會給他同學一個情境題 然後給他一個一定的回覆 問答之後 同學可以繼續 只要他們打開這個連結 他就可以繼續的 去修改這個內容 或繼續跟他問答下去 這樣也可以的 好 所以 他不會改到你原始的內容 因為你也沒有註冊 反正這就是一個 複製一份 大家 拿到這個網址打開之後 都是自己獨立的一份 他就可以繼續下去 等到他回答完了 再取得分享 那就可以用這個來繳交作業 來看他 跟AI整個的一個對話的過程 這樣是不是 很方便 好 那這種 動作 都完全在什麼 不需要註冊 的方式下 您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們一般 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 你對於 比較 臨時性的 或者像這種 盡量不要有個資資料在裡面的 就用這種方式來做 會相對容易 因為 他本身其實也是 缺乏GT 也就算他背後還是連到缺乏GT 只是 透過另外一個介面來完成這樣的動作而已 這樣OK 好 那大家剛剛看到的 這兩個 反正都是缺乏GT的應用 可是 我們現在的大型語模型 只有他嗎 沒有 您看到簡報第15頁 因為我們就先不講對岸的 因為對岸的限制比較多 我們講 其他在國際上 你比較常看到的 就是Google跟微軟 那我們今天一進來 有跟大家 提到 最近 今年 他們兩個都改名字了 因為以前 微軟的叫 Bing 好 那 後來呢 他就 統一都叫 Copilot 那個Google的 之前叫 Bard Bard 現在都叫German 所以B開頭的 好像今年 不是很好 所以都改名字了 那這兩個呢 現在都有支援什麼 繁體中文 所以 你跟他用中文對答 都沒有問題 那您看喔 您可以先幫我點開 15頁這個網址 就是微軟的Copilot 直接把它點開 早期他剛推出來還有限制 你一定要用什麼 微軟的那個 Edge瀏覽器 才可以用 那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你就 直接打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進來之後呢 你看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 有沒有一樣有這三個 對不對 好這三個 然後呢 你就可以問他問題 在這邊問他問題 那 你看 我如果 問他跟剛剛 Chat GPT 就是 這邊的 問題 一樣的話呢 我們來給他喔 你看我把它貼進來 好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 如果 老師或同學 你要寫比較正式的 這個 或比較嚴謹的 內容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用 Copilot 為什麼 你從剛剛我們那個 Chat Avihail 的回答 或者 Chat機的回答 請問你看得到 他這個內容是從哪裡湊出來的嗎 完全不知道對不對 這樣你會不會有點害怕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他從哪裡幫我找出來的 可是我們的 Copilot 他會交代他的來源 在哪裡你看 你看喔 在這裡 正在為我產生解答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一個 一個1 對不對 你看得到然後接下來有沒有一個2 你知道他來源是不是來自哪裡 然後呢最後面 他還會告訴你 就在這邊 這樣有沒有都可以去做驗證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比較嚴謹的 包括研究或者是正式場合 找資料 從這裡 應該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個是蠻建議大家你可以考慮的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特點是什麼 在這邊 我不知道今天因為我現在電腦速度稍微比較慢一點 所以 他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當你在打字的時候 他會幫你預測 老師我們 或同學你們在用手機輸入 不管是注音還是用其他輸入法 手機的輸入法會自動把你預測下一個字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在這邊喔 你如果問他 他不只幫你預測下一個字喔 他會幫你怎樣 整句話 可能都會出來了 因為我這邊我現在好像卡住了 我看一下 好繼續 哎呦呦呦在這裡 好你看這裡 我打開 像這樣 請你 你有沒有發現 他後面有沒有那個 淡淡的字跑出來了 他就在預測我後面要講什麼對不對 幫 我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我打字會變慢 做 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按一下鍵盤上的table 有沒有字就自動上來了 那這個就是AI的優點 也就是說他不只幫你預測一個字 他幫你預測你整個詞可能會講什麼 整句話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對不對 即使你注音打得再快也沒他那麼快吧 好所以這個是 他另外一個特點 好所以 他也是一樣 你看 我右上角 有沒有登錄 是沒有登錄就可以用了 對 所以 單純對話的部分 你不需要登錄 其實 就可以去使用他 這個也是 我們在教學現場 其實你可以像這樣去 使用的一個 好用的工具 這樣OK嗎 好所以我們剛剛介紹兩個 比較 就是現在算是主流啦 主流的部分 那 在簡報16頁呢 我就稍微跟大家 比較一下 就是這三個平台 到底 有什麼樣的差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這裡 沒有按到 這裡 沒有按到這裡 感谢观看